这四溜了 老朱我才刚打了个盹 小小端童这等猖狂 以前也是个清白出身 说起来都是大师兄造的孽 命不好就罢了 又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老朱你这个探气是探给自己的吧 虽然说这个火源山土地 也有一个隐神徒来讲他的由来 但是猪八戒这几句话 其实基本上已经把火源山土地的情况概括了 他原本就是太上老君的看管丹炉的丹童 宋空当年打翻了这个八卦炉之后 这个丹童他就受罚贬到凡间 在这里当了火源山的土地 当然这个原作西游记里面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但是这里说了都是大师兄造的孽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关键的一句话 因为其实这凡间里面有好多灾祸 很多都是这个孙悟空当年在大闹千功的时候 连锁遗留下的问题 倒不是说就是应该全部都怪在孙悟空身上 但是就是因果层面上是这样的 当然也不排除会有某些人 趁着这个乱当中 三分点火趁火打劫这样的行李 因为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也是很常见的 当然这个不知道黑神话当中 这些故事会怎么展开 火源山土地这场boss战打完以后 附近会解锁不少东西 包括这里可以探索的打坐点 其实火源山土地的隐神图 除了讲火源山土地本身的由来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 它就是有说铁扇公主是跟着太上老君修炼的 原本修佛的罗刹女跟随太上老君来修道 而这个罗刹我们当年有推测 就可能是被灵山这边灭国的 而这个太上老君却收留了罗刹女 罗刹王女 不知道这个太上老君是打的是什么算盘 说起来之前会有一个跟太上老君看起来相似的贺仙人 但是隐神图里面太上老君就说是太上老君 贺仙人我估计可能是太上老君的手下 但如果贺仙人真的是太上老君的话 他应该明确说对吧 所以觉得贺仙人跟太上老君应该是有关系 但未必是同一个 除了刚才的打坐点这里还有一个炮酒物 这个什么瞌睡虫退 这个怎么说呢瞌睡虫是宋悟空原本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法宝 我记得好像是宋悟空原先在天庭还当毕马温的时候跟哪个神仙打赌赢来的 算是一种什么高级蒙汗药 然后这边拿到一个叫龙高的酒 他在饮酒后恢复一定血量的同时还会在下6秒内增加下一次攻击的伤害 同时他描述说是这个酒式烧骨消炎 还有气式无烟火药 总之这个话简单的意思就是一个民间俗语 它是指这个酒不能多喝 人也不能老是生气 都是对身体有害的 而这个龙高的酒 我查了一下历史上确有其酒 但是他这个描述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查了这个 他说的是公元810年西域的乌格山国 也就是今天阿富汗西部 给唐献宗进贡了八坛龙高酒 其酒色墨黑如醇漆 共使介绍说这是当地特产的鳄鱼 说是古代中亚的湾鳄 经过特殊工艺炮制的 不仅可以补气血 资心养肺 壮筋骨还可以轻身延年 唐献宗引用后顿感 神清气爽 飘飘欲仙 于是将此酒定为酒上珍品 收藏在金瓶之中 金瓶上还要覆盖 不许任何人乱动 但是关键的是前面 虽然说是这个共使 说是用什么中亚湾鳄 但是他的这个描述和他出现在这个阿富汗西部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说 我觉得这个酒还有他描述的这个口感和感受 我觉得这个酒十有八九是桑胜供酒 就是桑胜酒 这个共使可能他有吹牛说是用了什么鳄鱼 也可能是这个酒 他确实有用到这个鳄鱼的什么材料作为辅料 但是这个酒的主体 因为实在是这个桑胜东西 虽然说是阿富汗有原产产量很大 但是这个桑胜东西也不是什么稀有的玩意儿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使应该是不会直接给这个唐献宗去说的 但是从原产地和口感描述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桑胜酒 当然这只是基于我个人的一点 基于浅薄的见识的一点点推测而已 大家不必当真 接下来我们在打完火炎山土地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地方要去 首先我们回到之前这个春秋寨 打了这么多牛魔王的手下 发现这个牛匠是并不属于任何应神徒 老子往这儿一站 谁敢来 再来几个阴兵 让老子沙沙才痛快 听着 红孩儿出动五行彻儿 行的是障眼法 得亏老子聪明 小责主 你速速上山 从他这里能打听到不少事 我们多问问 五行车 五行车 那必是五辆车 你到底拆了几辆啊 两辆 罢了 山门看来是守住了 你一起先去 我随后就到 打完两辆车就可以来找他 然后后面有一辆车可以跟他一起打 老代我曾说 五行车名为五行 实属五脏 各有不同脾性 我们常说的金木水火土 这五行对应的就是 废干 圣心脾 接下来我们传送到罗刹宫 就是之前我们打完云里雾 物里云 当时这旁边还忘了开了一个宝箱和仙丹 正好这次来以后顺便给他拿上了 然后我们去之前我们见到马哥的五行战车 再次来访 可能要再清一次小怪 但是打掉便是 学会了马哥的变身 马哥的变身能力怎么说呢 很难用 但是会用的话很强 如果用法得到的话非常强 主要还是泛用性不佳 他的隐身图上知道马哥 他原本叫马二 在跟随了牛魔王之后叫马天霸 一生都是忠义人善 也有力气有能耐 是个好汉 故事中讲的时期 似乎还是铁山公主和牛魔王 还挺和睦的时期 估计应该是很早很早的时候了 我们回到之前打败土地的翠云殿 附近的东西也拿完了 接下来的路程会比较长 但是敌人又比较少 所以我可能用这种加速的情况会比较多 我这一路上可以听出来 牛魔王离我们是越来越近 一直听他好像在那里 哎呦 哎呦的这样的声音 这条山路再往前走 会有宝箱 记得拿 然后再往前的话 会头顶上会有五行战车 然后像我们又在炮击 不过旁边会有一个树干 很大的很粗的 然后站到他的影子下面 打这个 这个叫咕嘟位 打这样打他的话 就不会受到头顶的这个五行战车的影响 哎 你这个好 打完这个咕嘟位 我们就可以上去打刚才的五行战车 这次呢 因为我们之前转过那个 那个牛力士 但是他没有隐神图 不知道他应该算是什么 每次要获得隐神图 等到是这个角色 人物死了以后才能获得 或者说这个故事结束以后 但是这个牛 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应该就是牛魔王的手下 这个五行战车跟之前的一样 但是他们的伤害是一个赛一个的高 越往后见到的这个五行战车 打起来又要小心 说起来前面应该是一共有五辆五行战车 我们自己打掉了两辆 这是第三辆 然后马哥牵制住了一辆 算上这辆一共就是四辆了 还有一辆 这里我们没有用损局势 是因为损局势将敌人冻住之后呢 如果受到伤害的话 就会减短他被冰冻的时间 而这个牛哥跟我们一起打的话 他的攻击也会减少这个五行战车 被攻击的这个时间 应该说是被冰冻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里就直接用 不能的重击来打断他的洞 他现在剩的血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绝招都丢出去了 不过他不叫幽魂 所以打完之后也不会回来 其实你先打完五行战车 再去找老牛 他过来的话 他会是另外一个对话 不过影响不大 那个不孝子不知从哪听来些鬼话 竟在火焰神弄出这么大动静 老大王为何任期摆布 凭他的本事 十个红孩儿也不是对手 看来红孩儿闹起这场内乱 好像也是刚刚发生没多久了 避水晶晶兽 我们前面在影神团上有看过 看来这个避水晶晶兽 也会有一些什么戏份 《戏游记》的故事里面 其实对这个避水晶晶兽 倒没什么印象了 知道他是牛王的坐骑 不知道黑神话悟空里面 对这个避水晶晶兽 补充了一些什么设定 好像还挺重要的 刚才这个牛哥跟我们说过 这一路的敌人 我们前面都已经见到了很多次 都是一些阴兵鬼族 说起来这些阴兵鬼族 都是这个土地招的 而土地之前 对付这个赤糕马猴 他们那一行的方法 我们也看到了 不愧是天庭上下来的 特别会笼络猴心 这里我们将法宝换成了绣花针 主要是绣花针在装备的时候 也会提升我们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主要是提升暴击率 好让我们的精神套能够发挥作用 让我们可以更频繁的使用 不能打接下来的一个精英怪 同时为了下一场精英怪 我们也准备一下 装备上可以解毒的炮酒物 目前我们最好的就是双冠雪 解毒还能增加移动速度和暴击率 好准备好之后 就在我们土地庙旁边有一片空底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灵芝紫芝 中间鲜红的 就是我们要打的精英 他们这些虽然说是换皮 然后各种不一样 但是会有一些特殊的样貌以外 还是不同的精魄可以被我们收 这些蘑菇怪的这个精魄的种类是最多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打坐点 我们先把这里看完 正对的牛魔王 牛魔王这个胸口上还有一道伤痕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好我们回去打那个精英怪 刚才这个灵光点也都用了 这个精英怪之前的影神图里面只讲过一个 就是主要是说这个紫之怪 它是拿人变的 而这里红头的紫之怪 它放的毒也会把我们变成紫之 虽然说是红色的 就地上的这些 它爆开以后会让我们中毒 而我们中毒了以后 或者说踩在上面的话 我们身上也会长出很多的紫之 虽然说它是红色的 二连中劈的第二下劈棍 还有就是连续重击 以及不能的第四段的这个重击 都可以打出硬直 打出很大的硬直 所以我们只要尽量打出这些重击 它就可以打断它的动作 我们刚看到我们一旦中毒了以后 身上都会长出这些蘑菇 但是呢我们喝下的解毒药 马上就解除了 那个中毒的状态 不但会让我们掉血 还会限制我们的行动 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还是要积极地去解毒 多用重击还是很好打 但是它这个确实有点 怎么说的 让人有点生理不适 它的这个金破 所获得的这个花生剂 还挺有意思 就是我们也会 直接把它的这个紫之的这个头啊 像个帽子一样 戴自己头上 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你的所有行动 会周期性地在脚下留下一片 这个这个蘑菇地 然后呢 敌人踩上去就会中毒 持续的时间还挺长 我估计有30秒以上 最重要的是 你在给自己用完了这个 紫之的这个化生剂之后呢 你立刻可以换成其他的化生剂 它依然会生效啊 这个是最有意思 接下来是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关卡 虽然说是它是秒杀的 但是还挺容易找到规律的 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有点懵 那后面的话 基本上顺着直觉 都知道怎么过去啊 就是前面这个大铁球 它会来回的冲 虽然它会秒杀我们 但同时它也会帮我们打开通路 而躲避它路径的位置呢 一般来说有敌人的地方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提示 怎么又掉一个 它还会把其他敌人给撞死 我这个换一下装备 换上这个增加跑动速度的 这个手部和腿部 行者护腿和行者手臂 这样增加我们的跑动速度 等它跑到我们后面的时候 我们再往前跑 像这种有敌人的地方 一般都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打这个小怪的时候 注意自己的站位 然后让这个铁球先过 路上如果遇到这种失去物的话 出于安全还是先不要踩 我们之后还会再来的 像这样有敌人的位置 一般来说都是 可以避开这个大铁球的 这个大铁球打败之后 后面还会有惊破 但不算是直接打败吧 这两个大铁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星轰仙和仙轰星 这个为啥是个大铁球的样子 其实不知道 但是从影神图里面来看的话 这个大铁球里面 包括着的就是 星轰仙和仙轰星 这两个呢 是两个夜叉 夜叉国灭亡以后四处流浪 但是也还 这个应该怎么说 男人夜叉凶恶 女夜叉骄纵 但是后来被铁扇公主给收了 后来就留在铁扇公主手下修行 但是他们现在这条路 应该是要阻止我们过去 但是是阻止的我们 是什么呢 是单纯是为了阻止我们去见牛魔王 找根器吗 但是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是个大铁球 倒是影神图里面的那个插画 看起来好像是他们两个 就是在两个大圆盘里面 滚来滚去的样子 这里有个憋宝 跟他交手的时候 小心不要被大铁球砸到 我们打完他以后 拿上宝箱继续往前走 这条路特别长 但是再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团火焰 挡住了一条路 可以看到对面是有路的 我们过来 等他过去 就是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火挡的 也是像之前那个位置 这样三倍蒸火挡住的去路 但是得要想办法 这个火熄灭以后 再过去 好 就快要冲过去了 这次冲过去以后就该有 又是一个 好 这玩意我有三个了 这么好出的吗 再往前走就要触发剧情了 猴哥哥快来快来 我在这里 扇子我找着了 你看 母亲大帝是左右为难 才逆了行踪 去把扇子留了下来 只是这大铁球滚来滚去 不见消停 幸好猴哥哥及时赶到 你且助我引开他 我好举山灭火 少狐狸 这当真是芭蕉山 放心 放心 母亲曾教过我使用口诀 一扇下去便知真假 那老牛哼哼地十分虚切 顾着只剩半口气了 老猪姑且信你一次 尽点力气挡住那铁球 你趁机使出扇子 广告 猪八戒皮糙肉厚 死不掉的 猴哥哥 先随我一起去救夫妻要解 牛魔王 这个原本看西游记的时候 我就觉得牛魔王 就小的时候看的时候 就觉得牛魔王特别冤 因为在西游记里面 没看过牛魔王干过什么坏事 但是呢 这个老婆被孙悟空骗 然后呢 这个另外娜的小妾 也被孙悟空给打死了 应该说是猪八戒打死了 这个法力又强 跟孙悟空能斗得不相上下 但是呢 还要被这个孙悟空搬的 这个天兵天将来这个什么 欺负 而孙悟空原本在花果山的时候 还是拜把兄弟 就觉得这个牛魔王 其实小的时候 看的时候就有牛魔王这个身份 就觉得哎呀 他好可怜啊 就觉得哎呀 怎么就 他干啥了 就得要遭这么大的罪 但是小时候还有个印象 能解释 就是啊 好像妖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妖吧 但小时候也想了 啊宋悟空不也是个妖吗 说起来的话他也不是人啊 他是个猴妖啊 小时候就会这样想 然后想啊 你好歹也是拜把兄弟 人家为你借 你借不就完了吗 你那么精明干啥呢 就会想哦 他是牛 牛就很倔 倔牛 我们先不往前推 我们回到这个 翠云殿啊 这里的话 我们前面 那个新红仙 先红仙的大铁球啊 落下来以后呢 其实就落到了这边 啊 这里有一个金破可以拿 看来他们两个是摔死了 因为掉金破了 啊 但是猪八戒没有在这里 这个新红仙 先红仙的化身剂也挺好用的 但是他要的这个元气很高啊 所以没有这个不能好用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火疗三关的土地庙啊 就是我们前面 呃 有大铁球 刚开始要跑大铁球那段路的那个起点 主要是这里之前不是有一团火吗 啊我们说那个三味争火堵着的路而要等到那个火熄灭啊 什么时候熄灭呢 其实就是刚才平平山这个芭蕉扇的时候 熄灭那里的火之后呢 其实旁边的这些火也熄灭了 呃有那么一个说法说是芭蕉扇其实有两把 一把是阴一把是阳 而在这个当年送空问铁山公主借的第一把假的芭蕉扇呢 其实是也是真的芭蕉扇 但是是芭蕉扇阳 所以送空在山的时候呢 那个火越烧越旺啊 但是你就就是山分点火嘛 我不确定是游戏中加的还是原住 我记得原住没有 就是说这个铁山公主修炼是跟着太上老君这一点 我应该是游戏中加的设定 但是这点呢就让这些显得能说得通啊 因为给太上老君当弟子的话 那第一座应当的是要给他看单炉的嘛 所以说有两把一把一把山火旺一把山火灭 两把山子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火焰山土地的那个隐神图里面是说太上老君给铁山公主有做一把更厉害的扇子啊 这个其实也就是跟大家聊聊这么个话题啊 并不说我这个推测就是对的什么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说了说了我们就到这个岔路口了啊 减上这个紫织的位置 这段路还挺长的 前面呢会有一个碎先锋啊 之前打的那个其实不是碎先锋 那个是碎统领 我把两个给弄混了 因为都是大石头 我也不太好分辨啊 这个是碎先锋 上次的那个呢是碎统领啊 碎统领虽然也是这个红孩儿促使诞生的东西 但是它是火焰山土地造的啊 应该算是出于对红孩儿的宠爱 还是说是为了讨好铁山公主啊 但是还有一个猜测就是这个火焰山土地 为了未来红孩儿的什么事 提前布的局 隐神图里是这么说的啊 然后这里我们要打这个碎先锋啊 这个是碎先锋 需要我们先把附近的其他的石巾 先打掉啊 附近应该是一共有五个啊 你至少打掉四个啊 如果说有一个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在惊动了这个石先锋之后呢 它会突然冒出来 然后你趁着它还没有完全起身的时候打掉就好 这些石头精本身倒是没啥 就是如果要是惊动了这个石先锋 以后他们一起群起而攻之啊 还是要麻烦一些的 这个碎先锋还是好打 先把这个奔出来的打 这里没有用损机式 其实用损机式会更好打你 但是它本身也没算多难 所以还行 而且我们有避火罩 它的很多这个喷吐招式都是带火焰效果的 我们火炕也堆的比较高 哎呦我好像把这个不能给放错了 缓缓起力 正好被打断了 还想接个不能 网了这么久了 也看出来黑神话悟空的大部分的战斗 应该95%的战斗 其实不需要你对敌人的动作招式熟悉 有什么特别硬性的要求 你只要熟悉个大概啊 或者说凭感觉 然后靠游戏本身的这个喝血容错 几乎都能打过 没有给你把树枝卡的狠死 要你把敌人的招式都得要这个吃透才行 其实它完全可以做的 把这个游戏难度做高 就是让你啊 如果说是不能熟悉敌人的动作啊 躲避他的招式啊 稍微蹭一下啊 就直接把玩家打死 完全可以做成那种 真的像魂系一样的游戏 但是呢 它也有这样的 就个别的一些敌人 它会伤害很高 你要把它的各种招式都吃透 你比如说像之前那个独地大王啊 就是这种很典型的一个 之后我们也会有啊 自然是这种类型的敌人很少 但是整体的体验呢 大家又会觉得 这个游戏它有难度 但是也没有特别难 就是关卡上的编排 带来的效果 而且虽然我们的主角天命人 不是孙悟空本空 但是呢 好歹也是一个后继者吧 理应有些实力的 如果说是打什么东西 都是两下被打挂一下 跟魂里面那种设定也不匹配 对吧 接下来我们往前 还有一个精英怪 我们之前不是有打过 很多的火灵童子吗 这个接下来是打他的身体版 是这个火灵原母 但是呢 不管是火灵原母 还是火灵童子 他们里面虽然讲了一个 连续的预言小故事 但是都没有讲清楚 这个火灵原母和火灵童子 是哪来的 总不会是火焰山 土生土长的这个怪物吧 孕育于火中 好像也说得通 但实际上呢 在我们 先拿下这个宝箱啊 在我们去打这个 火灵原母的这个过程呢 要给他献祭四个火灵沙 这个火灵沙是打这个火灵童子 这个随机掉落的 有四个 然后就可以开启 打这个火灵原母的这个战斗 当然如果你失败的话 要重新再献祭四个 但是呢 这个火灵沙的道具说明上说 是八卦炉中的炉渣 随火砖落入凡间啊 是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这个火灵童子和火灵原母 可能并不是什么火焰山 原产的什么什么地上有的 它就是 太上老爵的炼炉的炉渣 有了灵性 变成了妖怪 也难怪啊 太上老爵的炼炼啊 作为法器啊 法术那么强 落到凡间以后化为妖怪 这个也 好像也不怎么奇怪啊 就连这个 五行战车啊 也是因为这个 红孩儿的三昧蒸火的炼化 有了这个妖性 变成了这个战车一样的妖怪 这可能也是一种暗示 就是 这个红孩儿体内的这个三昧蒸火啊 可以与这个 太上老爵的炼炉当中的这个火 可以相比 甚至可能也有炼丹的效果 但是这个在之前的这个隐身图上也有说啊 这个 牛魔王安排这个红孩儿让他修炼三昧蒸火 就是为了让他炼化五脏 本身就是一个炼化的意图啊 就是让他用来炼化自己的 不过之前的隐身图上也有说过这炼化似乎是火焰山土地啊 有意安排的啊 这个牛魔王倒不是很在意 说回这场boss战啊 每当这个火灵元母啊受到一定程度大概三分之一的伤害的话 他就会发出口叫啊打断我们的动作 所以在打他的时候呢 最好还是用这个蓄击棍石之后打出一击重击的这种方式 然后让他来转接弹 他每次转接弹的时候就会招出很多的这个火灵童子 然后呢自己就会躲下地里面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火灵童子打掉一定的数量 我们可以先借助火灵童子来积攒我们的棍石 然后当棍石攒起来杀几个这个火灵童子之后呢 再用挤满的棍石回头去打这个火灵元母 我们有避火罩对吧 他会这些远程攻击啊 等我们血量掉的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避火罩叫出来 建议在他第二次藏起来招出这些火灵童子的时候再用 因为一阶段的火力不是很猛啊 我们喝药就可以扛过去 但是二阶段的话相对就会危险很多 招出的这个火灵童子会更多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再穿上这个避火罩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稳妥一些 等到这个杀几个火灵童子 这个本体这个火灵元母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招出我们的身外生法 然后我们继续清了这些火灵童子啊 这个身外生法我们就不管他 让他帮我们牵制一下分散一下火力 然后也是让我们保持着这个棍石打得最大 然后再回头去打这个火灵元母的本体 最后一期了 这个火灵元母的经破啊 可以变得这个化身剂呢 跟那个广谋有点像啊 广谋是招出几条蛇啊 这个火灵元母是招出几个火灵童子 然后呢持续的来这个喷火焰的这个攻击啊 看特定情况之下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这个火焰持续伤害也相当于是一种中毒嘛 好打完之后呢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 前面我们会遇到一个宝箱 但是呢又有一个像赤烤马猴一样的那个行神啊 就是火属性的赤烤马猴 先把它干掉 然后开启箱子 再往前不久就要有下一个boss要打了啊 是最后一个五行战车 但是它是金属性的 会用火的金属性五行战车啊 因为这个五行里面火是克金的 它金属性的战车却会用火 也就是说它可能不怕火啊 不过也确实如我们之前说的 这五行战车呢 一个挨一个往下打呢 会伤害越来越高 血量越来越厚啊 招式种类倒是没有多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打的这个招式是比较多的 主要是会多两样投机 打它我们主要准备好损局势和避火罩啊 会好打一些 然后配上回血能力比较强 增加火属性抗性的这些酒 话说我不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炮酒物的话 放两个这个火焰单头 会不会增加额外的火焰抗性 但是其实我试了一下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 主要是我们的火炕本身就堆的很高了 另外我们刚才打完这个碎先锋和这个火灵元母之后呢 我们获得了两个夜火金 这个呢就可以使得我们的出云棍升级为夜火杖啊 可以额外增加防御力和火焰抗性啊 并且还是目前我们攻击力最高的武器 但是我们还是会以暴击率啊为主 因为我们要快速的积攒这个元气嘛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用回之前的武器 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变身从海死海上森 我老想说海死图 呃换成了吃考马猴 附近的小怪我就不管了啊 在接近boss以后会直接出发boss战啊 就不用管他们了 他的这个冰抗性不高啊 可以冰动很多次 哎他的这个抗性也不见得减弱多少啊 当然肯定还是会越往后越难动作的 不过足够我们把它打死 我们还可以跟这个定身法交记者来用 他还有两个投技杀招 我们刚刚有出过啊 就是一个是左拳变红的一个杀招 一个是右拳变红的一个抓捕啊 左拳变红的话其实也算是投技 他一拳打中我们会把我们薅到天上 然后杀害特别高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右拳变红的时候 他这个其实视角还挺宽的 有时候还看不到 一个横扫过来就把玩家投技抓住 然后这个扔到天空喷火 但是这个伤害的话 因为我们堆的火炕很高啊 所以其实那一下反而造成不了多少伤害 但是呢 那个期间因为他是无敌的 所以如果我们放了损局势 又正好被他投技抓住的话 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 因为他是他在投技期间无敌 躲开了我们持续性伤害的损局势的 这个冰冻旋风 就很亏 很多时候就能够绕着他的侧后方 尽量绕着他的侧后方 会好打很多 各方面都是 但是如果在他的侧后方的时候呢 他会向背后和左右两侧喷火 这个火的伤害是很高很高的 有的时候如果要是 进入我们自身的一个霸气的状态的话 还很容易被他直接给秒了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四段蓄力皮棍 打下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霸气 他造成了冲击性不强 打断不了我们的动作 所以会连续的造成伤害 伤害又特别高 就变得比较容易秒人 但是呢 如果你就是这几点 注意事项 就是注意下来的话 其实还是挺好的 大体上跟其他的这个战车一样 这来了 就这个 你看这个其实因为我们火炕很高 看得很猛 其实烧不了多少血 但是他的那个左拳伤害就很高 因为我们没有堆太高的 就这个 没有堆太高的这个物理防御 所以这一拳伤害反而会很高 等到我们把他的血量打差不多的时候 应该再攒一波 顿势 差不多四分之一血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变身了 还能再来一次 我们的变身 吃考码头以后 其实可以给他 哎呦 好家伙 我打断了 那就先攒顿势吧 来 定个身 正好可以攒一波 然后这里解除锁定 你看他有的时候锁了万化 先放一个 稳一下 喝口血 然后准备变身 斩杀阶段了 让你再爽一爽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之前平平跟我们说 这里被这个红孩儿的三倍真火挡住的路的另外一边 另外一侧 其实就已经可以通向这里了 刚才那位牛哥 他还活着 获得了一个真玩杨碎珠 牛魔王 牛魔王仁以无双 臭小刀 还长得好 乡 便宜 我 不 不 虎 鸟 操 一 四 乞 这 爽 我 你的 你 我 这个牛头人 在他死后获得了他的影神图 说是叫浩甫力士 虽然说他是牛魔王的手下 但是他也提到了一个大哥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应该跟之前的那个什么 黄袍圆外啊 还有这个白衣袖式啊 还有黑手道人啊 这几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人派都是他们那个大哥 但是我们游戏已经到了后期了 这个大哥是谁 不能算是有眉目吧 但是应该也有不少猜测 他说这关键藏在这个门后面 但是这上门是被冰所封住的 而这道冰墙看来很厉害 因为旁边被三妹争火围绕 都不见他融化 可见这个东西 封着他的人是相当厉害的 进去以后我们会见到一个 既是新朋友 也算老朋友的一个敌人 这个叫波浪浪 我还是没搞明白 他们为啥要这样起名字 那就是一个火属性的青蛙 也是他的隐身图里面会讲之前 情他们的那个道士的故事后续 真的这个护士 最后不知道会走向何处 这样看来游戏分六个章节 每章节都有一个波里的浪 浪里的波 浪里的浪 然后波浪浪 下一章的应该就是浪波波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六个连起来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应该也会告诉我们 最后这个道士的末路是什么样了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很期待啊 他这个隐身图也是之前的那个道士 离开了黄花罐之后呢 和这里的这个叫波浪浪 跟他缠斗的时候 应该是遇到了碧水晶晶兽 按照那个隐身图的说法 这个地方叫什么清凉坡 好像虽然说是他是用火的 但是他们好像也是会 更喜欢凉快的地方 还挺奇怪的 难道说这个金属性的战车 其实他也怕火 虽然他能用火 但是呢也怕火 还挺神奇的 毕竟先前也有一个 毛多并不弱火的劳伦思维先例 虽然是反例 用火但也怕火的情况 那边什么鲜血君王门阁弱出血 什么这种事情是吧 这也不好说 火属性其实对他们也有效 玩游戏的话也不能 一直用这种定式的思维 一定要属性相克 可能同属性也会有一些情况 不过这样的话 试验的范围就更广了 以后错误的答案也要 可能错误的答案也要试一试 波浪浪和之前的那些青蛙一样 都还是挺好打的 我们每次打败波里格浪浪 获得的小活尸的材料 其实都是给波里格浪 我们获得的金破 给它升级用的 等到能给它升到满级的时候 它可以随机的变出 这几种属性的青蛙 还是挺有意思的 诶 我们到了